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最近有人在问小七 多长时间不订货 烟草零售许可证就会被注销掉 答案是6个月 如果连续6个月都没有提交过订单 专卖管理部门会联系清 做实地调查 确认是否还能继续经营 然后公事一个月 公事期过后再进行烟草零售许可证的注销 有些可能又会问 但如果我有事 半年以上不能经营怎么办呢 答案是需要在你所在的区域专卖局申请停业 当需要继续经营的时候 需持证人携带身份证到专卖局申请恢复经营即可 肯定又有商户会问 如果我已经不想经营了 能不能申请注销 答案是不需要 注销的话是烟草专卖局依职权操作 也就是说还是按照上面的 连续6个月不订货的原则进行操作 不需要持证人特别的申请 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有些商户因为路段改造 门面转让或拆迁等原因 确实已经不再经营了 但又还没有达到6个月不订货的注销条件 但货源依然会分配 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 有些会通过系统筛选出连续4个订货周期 不订货的商户 并由客户经理进行告知 并且和商户确认 确实不再经营将不再对商户其分配货源 把资源分配给更需要的商户 当然如果进入休眠的商户想要恢复订货也是随时都可以的 只需要提前告知你的客户经理 申请激活 下周就可以订货了